大家好,这张卡片呢,其实曾经是被称为神卡之一的E卡,中信银行E卡 那么这张卡片呢,其实是借贷合一卡啊 它既能有借记卡的功能,也有这个储蓄卡,待记卡的功能 那么是储蓄卡跟信用卡合一的一张卡片,卡号都是一个啊 那么这样的会产生一个现象,有些时候呢,如果说你微信提现啊 可能会变成还款,有些时候还款呢,会变成转账啊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是一个非常有点问题的卡片吧 因为这卡片呢,其实有些时候使用不是很方便啊 这个卡片当初的话是为什么要去办张卡片呢 这张卡片当初是,你在中信银行的资产超过20万人民币啊 或者说20万的基金份额就可以享受九倍积分 那么当初有一个漏洞,就是说基金份额嘛 有些基金是可能是两毛钱三毛钱 如果说这样的话,那不是你放20万份额的话 那就4万到6万的资金是吧 然后你刷这卡有九倍积分 九倍积分相当于什么概念 那是真的是,是回馈率度很高的啊 回馈率超级高 那么这张卡片现在的九倍积分功能已经没有了 而且这张卡片呢,实在收年费的 是收480年费啊 当然也有2000到年费 2000到年费呢 其实他多了些高尔夫权益啊 医疗、诊疗、洗牙啊、体检权益啊 其实这些权益呢,我觉得也没什么用 不过这个480年费呢 现在有个很尴尬的现象啊 480年费呢 这个权益呢,其实没有任何的好处啊 没有任何的权益 他除非就是你换里程的时候 你是付费白金卡 之前的话是有比较好的比例吧啊 好的好的比例去换一个里程 因为他金卡的去换里程呢 可能是50笔啊 白金卡的话是25笔啊 这个不一样 所以说呢,张卡片 现在来说的话 既要付年费啊 又又没有这个 又没有这个权益啊 现在这个九倍积分也取消了 而且这个航空里程对话呢 他现在也改革了 而且是非常非常坑人的比例啊 而且呢,这张卡片呢 你注销掉之后呢 你这个储蓄卡功能没法用了 你这个又产生一个现象 产生一个很麻烦的现象 因为你用储蓄卡之后 绑定那些账户是不是很麻烦 所以这张卡片我觉得 现在我有点后悔这张卡片啊 当初的话确实一张神卡 现在已经不如 落下神台了这张卡片 真的吗 所以下次 premier 我再次的分析